禽流感恐慌再殺到本港 星期二一批進口活雞進行血清測試時 部分樣本被驗出對H7禽流感呈陽性反應 艾曼有食環處人員穿保護衣 到達長沙灣臨時加禽批發市場 當局長抽取額外120個樣本 進行快速基因測試 預計最快午夜有初步結果 如果額外樣本全部對H7基因測試呈陰性反應 代表批活雞並沒有帶有禽流感病毒 可以繼續公港 否則政府將會啟動處理禽流感的應急預案 RWNTV東網電視新聞台